上当百年 七世打官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 七世打官 在匪共党史和中学历史课本中 都把1927年4月12号发生在上海的国民政府青党事件 描述成反革命政变 因为呢 该事变导致至少几百名匪共党员和积极分子被就地政法 这之后的5月 南京又发生了马日事变 更多的匪共和亲共分子被处决 共党组织的总共会和农民自卫军被解除了武装 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边 国民政府在多地抓捕处决匪共党员 共党早期的头目李大钊 还有被共党反复送扬的那个 坎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这个党员叫夏明翰就死于1928年 那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民政府实施分共亲共的策略呢 共党他到底做了什么恶心事 惹恼了政府 匪共党史中一直语言不详 今天咱们就来揭开这些历史真相 看看是不是共党真理部宣讲的那样 好 开讲前有请干净世界和油管两边的看官 点赞 关注 订阅 敲一下小铃铛支持我们啊 对了 我们每集新节目上传前半天到一天都会在频道的主页社区栏发布预告 方便您在那里提前了解新节目信息啊 书归正本 近日 本节目主笔林辉教授又在翻阅胡氏大师日记的时候发现了一份简报 是他在1952年4月12号的日记中贴的啊 内容是台湾军文社采访曾经任国民政府东陆军前敌总指挥兼松户卫戍司令的白崇禧将军 回忆当年的清党往事 白崇禧可是大名鼎鼎 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 有小诸葛之称 他还是中华民国首任国防部长 白将军和李宗仁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军事势力跪系的重要将领 为抗日战争做出过重要贡献 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之后 白崇禧被蒋总委任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66年他在台北定市 对当年清党产共的前因后果 白将军非常清晰地给出了答案 他说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 孙中山提出了联俄容共政策 这个联俄策略是希望联合可以平等对待中国的国家 共同奋斗 1925年5月 苏俄向黄埔军校派了200人的教官团 其中军事顾问尼古拉·古比雪佛 他画名叫纪山家 是来接替和政治顾问鲍罗廷布和的加伦将军 那个时候由于孙中山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之邪恶还认识不太够 大体上也是被他们的口炮给骗了 所以他希望得到苏联支持 决议和苏联合作 孙总理对外与苏联合作的同时 对内则采取了容共产政策 就是允许共党党员加入国民党 他希望和共党一起推行三民主义 为国民革命而努力 孙总理希望这么做 能把共党同化消除隐患于无形之中 然而 总理没看透共党危险本质的天真想法 反而被协共给利用了 这时候黄俄的高层接到了他俄爹 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自身的组织指令 之后立即指示共党党员加入国民党 俗话说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孙总的容共真的是他想多了 而且想到岔道上了 这就和想让狼改吃草 要把批霜改造成大力丸一样 后果很严重 很致命 果然 共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之后 借势玩命发展党员 还攫取到了国民党宣传组织部门 和黄埔军校的领导权 同时呢 他还胡搅搅 制造国民党内左派右派的纷争 划分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的界限 把不亲近他额爹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 他们甚至还用手中的权力把这些人开除出国民党 熟悉成语的看官可能马上就想到了啊 对 这就叫那什么纠战确学 拿到眼下也可以用借壳上市这四个字来形容 不过可能这个词商业了一点也温柔了一点 那会儿国民党是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了 上将白崇喜则一针见邪 说共党加入国民党暗中发展阴谋篡窜窃兼权 1926年1月 国民党二大召开 共党的夺权计划在此次会议上是得以完全实现 国民党中央常委 中央执委和中央委员中 匪共党员和国民党亲俄亲共左派领袖 已经分别占到了各三分之一以上 剩下的那三分之一呢被认为是中派 您没听错 三分之一是共党 三分之一是国民党亲共左派 剩下三分之一是中间派 就是墙头草和合适老吧 蒋介石 蒋总呢 不好意思 居然被押到了匪共党员 谭平山之下 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 共党占了大多数 也就是说 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 几乎全部被共产党夺取 国民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呢 也几乎全部为代国民党建立党部的共产党所把持 就这么邪性 惊人吧 此时 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 已经根本无人问津 您想啊 党权都被共产主义接班人们取代了 要刺刀剑红了 谁还离你孙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啊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上提出的北伐建议 居然遭到共党和他的俄爹全体顾问一致反对 共党呢 更是在二大召开的广州市区到处散发传单广贴标语 公开反对国民党北伐 并且散布留言 首先污蔑的就是主张北伐的蒋介石 是新军阀 您看 这个匪患到现在也没改啊 造舆论造谣 他从共党一出生 就是他天生的魔宝 只不过呢 那会儿没有电视台和网络 只能撒传单 刷标语 他还不怕城管 共党对国民党肆无忌惮的侵蚀 也引起了国民党包括蒋总在内的有识之士强烈不满 这和建党初衷完全是变了性吗 为了限制共党在国民党内的扩张 蒋总3月下旬利用中山剑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 收回了一部分党权 他并决定北伐 白崇喜回忆说 在1926年7月 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长沙 占领武汉 南京和上海之后 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了武汉 共党分子目睹国民革命军声势浩大 妒忌日深 野心一级 就是形容他要狗急跳墙吧 于是大家就看到了 一方面呢 国民党中央执委中的三名匪共 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 分化国民党 并且利用汪精卫 唐生志等败类当时把持国民政府 倡议免除蒋介石总司令之职 意图动摇军心 另外一方面呢 匪共有秘密计划组织两途农民暴动 企图颠覆政府 按照白将军的话说 叫做赤焰嚣张如火如荼 历史档案显示 正是在共党组织策划煽动之下 湖南湖北出现红色恐怖 比如 由毛匪泽东领导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 号称会员518万 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枪 而且他们还四射公堂刑狱 动辄批判斗争 随意逮捕杀人 连共党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都被农民协会所枪决 而北伐军中许多出身于小财数的湖南籍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 家人没有能够逃出的 也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者捕杀 财产被没收了 湖南颇有名气的大知识分子叫叶德辉 被共党以封建于聂豪身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 更是一举震惊了国民党和湖南全省 于是湖南众多的乡绅纷纷加入了反共行列 与共匪对抗 这个时候 国民革命军东陆军前敌总指挥 兼任松户卫数司令的白重席 得到情报说 共党准备利用上海租借没有收回华阳杂储的情况 暗中发动上海数十万工人暴动 当时情势是十分危急 在此危情下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智辉、张静江、蔡元培等人 几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清党问题 最终在4月2号的会议上 通过了吴智辉草拟的《请查办共产党》成文 蔡元培则提出了 《中国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之证据》 以及《浙江共产党破坏本党之事实》两个报告 蔡老师一共罗列了共党阻止入国民党 《山货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等四项内容 《共党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也作为实锤的罪证 附在了报告之后 4月9号 蔡元培和吴智辉、张静江、李时增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 联名发表了《护党救国》通电 将共党窃夺国民党党权和军权的阴谋公诸于众 国难当头之时 蒋总即刻乘军舰前往上海 命令白崇禧将军执行清党任务 同时他询问白将军需要多少兵力 白崇禧表示 只需要第二师和第二十六军就够了 然而 当这两支部队奉命调来上海的时候 共党却暗中策划民众代表请愿阻挠第二师 接防还多方要挟国军 但白崇禧是谁 小猪狗嘛 他断然拒绝了共党山后的民众的要求 迅速在军事上做好了部署 但是很快他们又遇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国军行动需要通过英法租界 而当时英法租界已经布置了防御工事严加戒备 所以最初租界拒绝国军通行 但小猪狗派人去和英法住户使领馆交涉 很快就得到了英军法军的放行 历史时刻到了 4月12号这一天 白崇禧率军按照既定计划命令国军行动 携了咔嚓 切西过剁脚的馅一般 一举完成了上海清党 摧毁上海共匪总机构商务印书馆工厂 搜获一部分武器手榴弹 共匪首要分子汪兽华 侯绍球等三百余人 心仪被捕 无一漏网 其余父从分子 一律准许自首自信 白崇禧说 不出三日 上海清党任务全部完成 这之后 各省先后响应执行清党 将共党分子彻底清除 白崇禧最后表示 清党运动实为本党之一大转折 以革命成败之重大关键 历史事实的确如此 自此 共党被迫从城市落荒而逃 滚到了边远农村山区 去见根据地生存 之后又在国军的五次围剿下 北上逃窜 跑到了延安落脚 但匪儿们却又利用国民政府抗战之际 慢慢发展壮大了自己 最终他还窃取了政权 危害中国至今 真的是令人扼腕啊 412清匪真相讲完了 自打49年大陆沦陷之后 中国人民只能听到看到匪共的宣传 所谓412反革命政变云云 但谁背叛了孙中山 谁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 相信您看了我们节目一目了然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关和点赞订阅帮助传播 各位看官 咱们下集再见